我们先敬礼传承祖师 敬礼了名和尚 敬礼撒迦正空上师 敬礼十六师大宝华喀玛巴 敬礼图登大吉上师 我们敬礼谈承三宝 敬礼今天同修的本尊 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千百亿化身 师母 丹真甲措图登师弟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唐主 以及各位同门 还有网路上的同门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日本高尾 爱してる 雅烟 今天是同修观世音菩萨本尊法 每一次Saturday Night Aoka 我们在西亚特雷章Temple 这个八大本尊都有同修 每一次这个上法座最近 只一坐整个人都不见了 你说师尊睡着了 刚刚有没有钓鱼 没有哦 你看吗 就练出来了 做得很正 师尔的声音我都听不到 师尔的声音我都听不到 就最后那一句 这个请师尊做总回相 有一点眉目 然后张开眼睛 跟刚刚那个联系 好像联系吧 跑来跟我讲要截这个麦克风 以前我差不多听到说 请师尊做总回相 我都会自己拿起来 憋在这里 还好我还记得 今天晚上是同修观世音菩萨 这个总不能弄错 不过确实是这个样子 这些很奇怪 每一次打坐的时候 自己整个人就消失掉 那我也看不到前面有多少弟子 像今天晚上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子 我也不知道我坐在哪里 那就是有一段时间 这一段时间完全是没有的 什么都没有的 也就是我不见了 大家不见了 西雅图雷藏寺也不见了 那你到底在哪里 也不见了 那就是这个状况 我觉得这样子很好 复合我们讲金钢金的 无我像 无人像 无众生像 无受则像 无受则像 时间也不见了 我也不知道我坐多久 通通通通都不见了 通通都不见了 时间 我也不知道 这个 刚好连续来叫我说 别这个麦克风 然后稍微听到一点说 总回向 然后再想起 哦 刚刚 刚开始的时候好像 有一点记忆是 是修观世音菩萨 修观世音菩萨 就是这样子 整个人 整个人啊 他其实 也不是很 也不是很为民 我现在精神好得很啊 你说 太累了 睡着了 也不是 根本还是清楚的 这个心中明白 当然也没有心啊 但是始终还是有一点 有一点清明 清明的这种现象 清楚明白 这个 将来我会把这一段时间的这个 想上个礼拜 礼拜天 上个礼拜的礼拜六 我也是这个样子 也是这个样子 好几个礼拜 都是这个样子 最近打坐也是这个样子 一打坐 人就不见了 有时候一坐 晚上 这个 差不多一点的时候一坐 然后也不知道坐了多久 时间根本就 然后看我自己那个墙上 等到眼睛张开的时候 看自己墙上的那个钟 是四点 一点坐 四点 这样子 这当中 这三个小时就不见了 没有 无受则相 这是无受则相 这三个小时不见了 就是无受则相 这个 我遇到这个显守菩萨 显守菩萨 我问说 这是什么状况 显守菩萨回答 不存在的存在 不存在的存在 我问他 既然不存在 为什么还存在 他跟我讲 他跟我讲 其中有物 他的回答是 其中有物 都刚好合于老子讲的 仿佛仿佛仿佛 其中有物 然后我就很高兴地 对显守菩萨讲 哇 哇我成就了耶 我成就了 他没有讲粗话 是我自己讲粗话 都屁了 成就 屁了 什么成就 你自己认为如果有成就的话 就产生了高傲的心 你就不是成就者 如果有人经常这样子想 我是开悟的 我已经开悟了 你这句话就是表示你没有开悟 那要怎么讲 我问前守菩萨要怎么讲 他说不可说 就是也不要讲 总之你开悟就开悟嘛 自信明白就好 你也不要讲说 我就是开悟者 你常常讲说 我是开悟者 想说自己是开悟者 那个已经是变成凡夫 他是这样子讲的 这个很有趣 这个观世音菩萨在《心经》里面有告诉我们 他进入最深的禅定里面 他是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所以接下去讲的 无眼而比蛇生意 那个时候我们人认为自己存在着沙坡世界 是你靠自己的感觉去感觉出来的 什么感觉 你眼睛看嘛 眼睛里你有看到啊 耳朵有听到啊 鼻子有嗅到啊 舌头有味觉啊 身体有触觉啊 还有你的 你有想法啊 有念头啊 是你用这种六种感觉 去觉得你存在这个沙坡世界 如果没有这六种感觉 你根本就不存在这个世界 所以有一个存在哲学 这个笛卡尔吧 叫做笛卡尔 他写说 我师固我在 因为我有想 所以我在 我师固我 固我在 就是我见固我在 我听固我在 还有 还有 因为有呼吸 故我在 因为有味觉 故我在 因为有处觉 故我在 最后的是 我又有思想 我有思想 故我在 当你这六种感觉 都没有的时候啊 就是观世音菩萨的禅定境界 无眼而彼时而生意 无色声香味触法 无眼界 无无明 一无明明尽 无 就是无 无明也都没有了 所以卢师尊啊 告诉大家 心经里面讲的 就是证悟的真理 《金刚经》里面所讲的 就是证悟的经典 也是真理 也是真理 人是佛在感觉之中 如果没有感觉了 就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今天的修行就是 教大家 跟大家讲 你能够 控制你自己本身的感觉 控制你自己本身的感觉 而不是入于感觉的谜之中 而不是入于感觉的谜之中 而是从感觉之中醒过来 从感觉之中醒过来 叫做开悟 叫做开悟 入于感觉的谜之中 就是凡夫 你能够自我控制你的感觉 自我控制你自己本身的感觉 而不入于感觉 而不入迷的话 你就有机会可以开悟 这个就是修行 如果任凭感觉去运作你自己 你就是凡夫 你能够从感觉里面跳出来 你就是开悟 今天跟大家讲 好 这也是一种智慧 今天讲第一个笑话 这个小孙女跟她的阿嬷讲 阿嬷 问小孙女 问阿嬷 阿嬷 什么叫做成长 什么叫做成熟 有什么不一样 阿嬷回答 成长就是你原来不明白的事 后来明白的事 这个叫成长 那小孙女问 那什么叫做成熟呢 阿嬷跟她回答 就是你已经知道的事 且装着不知道 你已经知道的事 且装着不知道 所以师尊是知道 什么叫做开悟 但不是每天跟大家讲 我是开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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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这样子讲 因为你如果有开悟的想法 我已经是开悟了 你就是没有开悟 因为开悟的知道 空无一物 空无一物 那人间是什么呢 人间就是play game 就是玩游戏 你在玩一种游戏 你就是在游戏 你在游戏当中 还能够保持着你自己的亲民 这个就是开悟 你在游戏当中 已经入了迷的 这个就是凡夫 老板 老板 将一笔讨债的任务 交给美丽又怀来运的员工 于是 这位员工每天都到对方的公司 也不提要债的事 要账的事 只是在柜台摸着肚子 问接待小姐 你们的经理在吗 半个月后 欠债的老板 打电话给我的老板 钱可以一分不少还给你 但请你那个女员工 跟我老婆解释 她真的只是来讨债 现在呢 进入你问我答 台湾的莲花玉钱问的 敬礼至上的化身 莲申法王圣尊佛案 弟子祥请问圣尊 一 大幻画王金刚 既传说是八大哈鲁嘎 合一变现的法身 因此 弟子们在灌顶过大幻画王金刚后 能欢夜八大哈鲁嘎的遗轨吗 二 请问圣尊 金刚颂要修到什么程度 才知道可以开始取修保瓶器呢 金刚颂要修到什么程度 才可以开始取修保瓶器 这是两个问题 大幻画王金刚 大幻画王金刚 传说是八大哈鲁嘎 合一变现的法身 谁知道这个 大幻画王金刚是八大哈鲁嘎 合一的法身 有人知道吗 有人知道吗 这一句话 出自哪个经典 八大哈鲁嘎 出自哪个经典 八大哈鲁嘎 大幻画王金刚 好 那个 那里面就包含八大哈鲁嘎尊 那是宏教最高的法 里面就含这八大哈鲁嘎尊 没有错 没有错 因为这个藏密释教 藏密释教当中 我们知道的 那个撒迦教 撒迦教 就是花教 他比较遵从洗金刚 世尊有写过那个洗金刚讲义 就是撒迦教 最遵从洗金刚 那么白教 比较遵从圣乐金刚 圣乐金刚 跟这个密集金刚 这是白教 白教比较遵从圣乐金刚 跟密集金刚 那黄教 比较遵从大威德金刚 大威德金刚 黄教大部分是这样子 那花教 撒迦教大家都知道是洗金刚 大威德金刚 大威德金刚 是黄教 那红教 就是大方法王金刚 其实四个教派 也都有修这些法 都有修这些法 那么大方法王金刚 是红教 就是以前的灵马派 灵马 灵马 革卢 撒迦 这个 跟这个 格局 这四个教派 那么灵马 就是红教 灵马派就是红教 红教是属于旧教 也就是联华生大士所传的 他的这个金刚 是大方法王金刚 那个十人金刚 是属于四个教派 共同尊崇 共同尊崇 所以这里面包括 五大金刚法 是藏密的五大金刚 密集金刚 密集金刚 圣乐金刚 西金刚 大威德金刚 大方法王金刚 就是五大金刚 五大金刚法 另外呢 有的时候啊 是把十人金刚也加进去 就是变成五大金刚法 是这样子的 那八大哈鲁嘎合一的变现的法身 因此弟子们在灌顶过大方法王金刚后 能不能翻页八大哈鲁嘎的仪轨 我请示一下 因为这个是他提出来的问题 一般人很少说 一般人很少说 去说 哦 你灌顶了 大方法王金刚以后 你就可以再灌顶八大 就可以翻页八大哈鲁嘎的仪轨 再灌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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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现在这样子指示 他讲 有的可以 灌顶过大方法王金刚 有的可以翻顶上 有的可以翻页八大哈鲁嘎的仪轨 他说有的不可以 有的不可以 那么我有问他 为什么有的可以 有的不可以 他说你修大方法王金刚的时候 修这个大方法王金刚 你亲自建了大方法王金刚的本尊 你就可以翻页八大哈鲁嘎的仪轨 当你开始起修大方法王金刚的时候 你还没有相应 没有看到本尊 你不可以翻页八大哈鲁嘎的仪轨 所以讲有的可以 有的不可以 这意思就是在这里 请大家注意一下 大方法王金刚 修传说是八大哈鲁嘎合一变现的法身 你只要跟大方法王金刚 有相应的现象的时候 你就可以翻页八大哈鲁嘎的仪轨 如果刚刚起修 刚刚灌顶过 还不可以翻页八大哈鲁嘎的仪轨 或者你来求八大哈鲁嘎的灌顶 就可以 这样了解吗 好 请问圣尊金刚颂 要修到什么程度才知道 可以开始起修宝瓶器呢 你经刚颂 你修金刚颂 念到你自己感觉到 你身上有气 你有没有感觉到你身上有气呢 应该可以感觉到的 像这个气啊 只要印到这个指头 他手掌就会张开 合起来 打开 这个不是我叫他打开的 他自己会打开 会合起来 印到指头 这个就是你气能够到指头就到指头 到脚趾头就到脚趾头 你的气能够到耳朵就到耳朵 这个耳朵啊 气印到耳朵 气到耳朵 耳朵它就会动啊 你气到眼睛 打开眼睛 你的眼睛就有气啊 你到鼻子到哪里 你到喉咙 你到喉咙 气可以到喉咙 可以到顶 一直下来 到心轮 到忌轮 到密轮 你就可以修宝瓶气啊 所以先修金刚颂 要修宝瓶 你知道你身体有气 你就可以了 像我们 我常常稍微做一下 这个气可以修宝瓶 这个气可以到牙齿啊 那牙齿都会 你有听到牙齿的声音吗 刚刚有没有 刚刚有没有听到牙齿的声音 有没有 有 有 气可以到牙齿啊 那气都可以 可以动的 到脚趾头啊 到前身啊 到偏行气 你自己知道气 已经在你身体里面走动 你都可以有感觉到 你当然可以修宝瓶气 把那些气集中在你的忌轮 然后进入中脉 让中脉的气充满 当然可以修宝瓶气 因为宝瓶气就是 让气进入中脉 就是把外面的方便气 变成中脉的智慧气 宝瓶气就是这样子 好 你觉得身体有气 由修金刚颂 觉得身体已经有气了 就可以修宝瓶气了 这个是他回答第二个问题 再来是马来西亚 莲花晋圣问 师尊好 弟子想问爱情的故事 爱情的问题 如果弟子在念咒 然后请求佛菩萨 请求佛菩萨加持一位女生 喜欢弟子 对弟子有好感 请问是不是 如果专注在念咒的请求 就会成功 如果只念莲花童子咒 可以吗 是马来西亚 是马来西亚莲花晋圣问的 弟子想问爱情的问题 如果弟子在念咒 请求佛菩萨加持一位女生 喜欢弟子 对弟子有好感 请问是不是 如果专注在念咒的请求 就会成功 如果只念莲花童子咒 可以吗 他的问题 他爱一个女生 请佛菩萨加持这个女生 喜欢她 对她有好感 我们要念什么咒 念敬爱咒 念敬爱咒 吼虽熟 嘘嗨 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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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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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吼 寄爱咒 好 敬愛咒 這個比較那個 特殊一點 然後念這個 愛染冥王咒 厚 擦肢 厚擦肢 厚熱 厚擦肢 厚熱 厚擦肢 厚 厚熱 厚擦肢 厚熱 厚擦肢 厚熱 要懂得念這個 愛染冥王咒 這兩個是敬愛咒 這兩個是敬愛咒 念敬愛咒 好了 然後呢 你不會學 Guru Gurei 佛姆十方色見法 這個 不談 不敬愛談 然後供養 Guru Gurei 佛姆 弄十方色見法 在前面 觀想那個 上方 Guru Gurei 佛姆 下方 Guru Gurei 八方 Guru Gurei 佛姆 變成 這個 花劍 然後觀想那個 女生在你的面前 然後花 花的劍 Flower的 這個劍 射向他 然後觀想他 這個過來 跟你 跟你合一 啦 觀想他跟你合一 這就是 這個就是愛情槓頭 愛情槓 愛情槓 愛情槓很多法的 我上回教了一個人 這個叫做 米粉 米粉 兩子 米粉兩子法 米粉兩子法 吃了那個福 有兩個人的八字 吃了那道福 就中了愛情槓頭 今天連床善師啊 剛好 在晚餐的時候有提到這個愛情槓 愛情槓 當然 有這愛情的這個 也有解的 也有來 但是也有解開的方法 因為 有這個槓頭 就有破這個槓頭的方法 那密教裡面的這個 稱為 懷法 懷 就是敬愛法 懷就是敬愛法 那我們敬愛有兩尊 敬愛有兩尊 一個就是 那個 咕嚕咕勒佛母 一個就是 愛然明王 愛然明王這兩尊 如果只念 蓮花童子咒可以嗎 他問了 念蓮花童子咒 那就變成我去愛人家了 或者人家來愛我 你如果修蓮花童子已經有相應了 你念蓮花童子咒 把它觀想 他來愛你 那是可以的 那應該是可以的 因為你跟蓮花童子相應嘛 你就是蓮花童子啦 那一定是可以的 這個馬來西亞蓮花近聖在問 如果弟子在日常生活要有意念的力量 來解決問題 是不是要用專一的意念 就會產生出力量 還是說 還是說 意念的力量 是要用修法打坐 才會產生出來 我告訴你 專一打坐 打坐就是為了專一 你已經有專一的意念 它當然會產生力量 打坐就是專一的方法之一 就是專一的方法之一 你打坐 如果你念頭分飛 雜念非常的多 你不能收縮成為一個念頭 那個力量它就分散了 你打坐就是為了求專一 你打坐就是為了求專一 我講啦 打坐就是什麼樣呢 由多變成一 專一了 你已經專一了 就無事不成 一是非常重要的 你念頭能夠專一 你念頭能夠專一 我們講說那像太陽光分散了 那你哪放大鏡 這個太陽的光把它收起來 收束成為一點的很 一點的光 你放在那個 好像是說那個紙 易燃的紙上面 那個紙都會變成黑色的 然後放 就產生了佛啊 那就是一的力量 專一的力量 那你打坐就是把你的所有的念頭 全部沒有變成一個力量 它就是專一啊 日常生活要有 用意念的力量來解決問題 是不是要用專一的意念 就會產生力量 沒有錯 你用專一的力量 就會產生力量出來 用專一的念頭就會產生力量出來 那意念的力量是要用修法打坐才會產生出來 打坐只是你的一個方法之一 所以一般人是靠打坐 訓練你專一的力量 一最好還要融入零 融入變成連一都沒有了 就是師尊今天在法座上剛剛講過的 你自己不見了 底下的也不見了 雷藏士也不見了 那師尼在講什麼也不見了 也聽不到了 那完全融入了空 唯有一點親民在 就是不存在的存在 這是回答馬來西亞蓮花盡聖的 我們講金鋼金 老公講完了 車子壞了 老婆講 親愛的 找一個地方住一晚吧 老公說 找地方住有什麼用 老公 老公說 以前不是車子壞了 你都找個地方住一晚嗎 這個隔天車子就好了嗎 老公 老公回答 那是結婚以前的啦 這一次是真的壞了 這一次是真的壞了 花宣傳傳單的漂亮的小姐 在人情中好像在找什麼 經過她身邊的時候 這位小姐微笑的很快給我 給我一張 也就是傳單 我心中想 為什麼那麼多人不發給她 偏偏發給我呢 難道我是那麼吸引人嗎 我就像黑夜的螢火蟲 那麼樣子的閒眼 低頭一看 她的這個宣傳廣告 傳單呢 原來是整形美容廣告 好啦 我們講金剛經吧 辭經功德分第十五 這裡談到 何況書寫受辭讀誦 為人解說 西伯提以要言之 是今有不可思宜 不可稱量 無邊功德 如來未發大聖則說 未發最上聖則說 好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一個點 何況書寫 何況書寫受辭讀誦 為人解說 西伯提以要言之 是今有不可思議 不可稱量 無邊功德 如來未發大聖則說 未發最上聖則說 是今有不可思議 《金剛經》 有人 有人常常用笔来写这个《金刚经》 那么也有人读《金刚经》 读诵《金刚经》 很多人晚上或者早上起来 他就念《金刚经》 来念一遍《金刚经》 那么其中的授辞我讲过了 你懂的《金刚经》的要义 你授辞那个要义 这一点最重要 你实践了《金刚经》的要义 这一点最重要 我们晓得了这个《金刚经》的要义 无我相 单单要做这个无我相就很难 无我两个字 本身就非常难 其实《金刚经》的要义里面 你第一个 你先修无我 先修无我 你今天会不会发脾气啊 请问 从来不发脾气的人举手 我问你啊 没有人举手 每个人都有脾气 都有脾气 每个人都会有脾气 其实我们家哦 我们祖传的 有一个祖传的脾气 我年轻的时候啊 我常常写文章的时候就写 我们的家族是属于红面鸭的家族 什么叫红面鸭 台湾话叫昂面鸭 这个 听了不舒服 面孔马上红起来 火往上升 脸就红 脸就红 然后不只是嘴巴哦 有时候是动手的哦 我祖父 我是听说这样子 我祖父哦 我祖父是卢昌 我祖父是姓卢 我祖父是姓卢 一个五昌的昌 有昌圣 两个字 两个字 两个太阳的字 五昌 卢昌 卢昌 我是听我妈妈讲的 有一次我的大姐 就是别的妈妈生的我的姐姐 别的妈妈生我的姐姐 她在车这个彩虹 她讲了一句话 我祖父从旁边走过去 她听了不高兴 她用手推她的脑袋 去创那个红刃机 红刃机是铁啊 这一创 这个血流如注 血流如注 这是我祖父 我妈妈讲给我听的 我祖父的脾气不好 再来是我父亲遗传 遗传了我的祖父的脾气 它是日本人的精神啊 Niyong先生 Niyong先生 Japanese Husband 的那种脾气 大男人主义啊 那我家有一个那个 Vokken 就是木剑 木剑 Vokken 你知道木剑吗 Vokken是很粗的 木剑 Chenbara Muyamoto Mosashi Muyamoto Mosashi Muyamoto Mosashi 就是官本武藏 她的剑术很高明 官本武藏的剑术 你看过她的电影 Niyong Air 她看过她的电影 拿那个武士刀 这样子拿 这个燕盘剑术 左左目小次郎 燕盘剑术 咻 咻 咻 知日 知日燕盘剑术 扫过去再扫过来 我被我父亲打到那个木剑都断掉 那个木剑 木的剑 这样子打 啪 啪 啪 木剑都断掉 你说木头欸 那个是很纤维 很细的木头很粗的 那个boken都打到断掉 我身上大概有铁吧 铁可以刻木 我身上不是肉啊 打到断掉啊 我转过头跟她讲 我会很生气喔 我跟她讲 我会记得 你这样子打我 我永远会记得你这样子打我 我大概三岁的时候啊 有一次我不吃药 她从后面走过来 就把我从椅子上 饭桌上的椅子上抓起来 挤到超过头 然后 往空中抛 就像抛篮球一样抛出去 底下是水泥地板 你知道吗 我从空中这样子 咻 啪 啪 我妈妈赶快赶过来看 摸一摸鼻子 嗯 还有呼吸耶 还活着 我 所以 我从小被打了以后 我像虚空发那个烟 我从此以后 不管我的小孩子做了什么事情 我都不打孩子 从我那个开始 我就没有打过孩子 我没有佛亲跟佛妻 我都没有打过他们 只有一次 不是打他们 是我在打坐 他们两个在旁边 嘻嘻哈哈的这样子玩 我在静坐 他们两个在嘻嘻哈哈 那没有玩 然后两个人推来推去 推来推去这样子 我就伸手推了他们两个一下 就只有那一次 我推了佛亲跟佛妻一下 把他们推走 推了一下 他们都永远记住我 推他们一下 我说 我说我从来 你们从出生 一直到现在 我从来没有打过你们 他说有啊 我说我什么时候有 推了我们一下 他们都记得你看 所以脾气是每一个人都有的 当你修到无我了 你根本就是圣人啊 你没有自己了 你只做布施的工作 像菩萨一样做布施 每天都是在救人 在帮忙人家 没有我自己 就像那个天主教那个修女 圣托利沙 我讲的 他把每一个人都当成上帝 你不会打上帝吧 你不可能打上帝啊 他把每一个人都当成上帝 你不会对上帝发怒吧 只有用慈悲 很恭敬的心 对待每一个人 圣托利沙是这样子 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 就是年万上次讲的 圣托利沙有讲过一句话 将来如果我 宏圣 天主教有宏圣 圣人 我不会到天国 我不想去天国 我要处在人间 沙婆世界最黑暗的地方 继续去帮助众生 这个跟地藏王菩萨一样 灵 地义不空 我不成佛 地义不空我不成佛 他发了这个宴 所以是圣托利沙 他发了这个宴 他不会到天国 就算我成了圣人 我也不会到天国 我永远处在最黑暗的地方 去帮助众生 这个是圣人 这个精神就是佛教的这个精神 无我 无我像 无我像的精神 你根本没有我 不为自己想 为众生想 为别人想 那是没有恨的 只有爱众生 这一点先修吧 对不对 所以这个很重要 你要受持呢 这一季 为人解说 我现在就是为 为人解说 无我 无我像 为人解说无我像 你要受持 金刚经的药益 最重要 而且为人解说 为人解说 什么是无我像 像圣头地撒 像地藏王菩萨 就是无我像 他没有 没有造到的 好像是说世圣 他本来就是世圣界的 但是他本来就是圣人 他灵眼处在 灵眼处在最黑暗的地方 去服务众生的人 他不会有恨的 这个恨是没有的 恨 恨 仇恨 仇恨是没有的 所以啊 我很尊敬我的父亲 我对他完全没有这个恨意 没有我的父亲 我也不会成长 所以不应有恨 不应有恨 我跟众生 都不应有恨 我不恨任何一个人 我只为众生想 这个就是无我像 为人解说 我刚刚讲的 就是为人解说 解说什么是无我啊 那西佛提 以要言之 是今有不可思议 不可称量 无边功德 我们也不做功德想 释迦牟尼佛讲说 有无边功德 其实 心里想着 我这样做有功德 那就是没有功德 因为你不做功德想 这个才是功德 所以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 不要有功德想 因为你没有功德想 你才是功德 你如果有功德想 就不是功德 你没有功德想 就是无边功德 释迦牟尼佛讲的 不可思议 不可称量 没有办法比较 它是无边际的 无边际的功德 无边际的功德 如来为发大圣者说 为发最上圣者说 释迦牟尼佛是为大圣的人讲的 为最上圣的人讲的 佛教有五圣 五圣 一个是人圣 一个是天圣 一个是身文圣 一个是菩萨圣 一个就是佛圣 人圣 人圣 讲的就是 随心所欲而不欲聚 随你的心去做 随顺众生去做 但是不超过规矩 就是守戒 不要超越那个规矩 那个规矩就是戒力 你可以随心所欲 随顺去做 但是你不要超过那个规矩 我们懂得 人生做人的道理 孔子 孔夫子 中国的圣人孔夫子 是专门讲 礼业 诗书役 他专门讲这些东西 论语里面所讲到的 孔子 孟子的学说 都是讲人圣 人圣 也是属于佛教的 一个是天圣 耶稣基督讲的 天国就是天圣 你要当一个义人 就可以到天国 这个义日啊 义啊 中义的这个义日 你要做一个义人 规规矩矩的做人 就是一个义人 你就可以到天国 那是天圣 那你做了功德 善人 就可以到天国了 那是属于天圣 那第三呢 就是生文圣 生文圣已经到了 世圣界了 生文圣就是小圣 他度自己 但没有广大去度众生 那就是生文圣 只度自己 而没有广大去度众生的 是小圣 那就是生文圣 再来就是菩萨圣 菩萨圣很高了 那菩萨圣就是只为众生 不为自己 就是菩萨 我简单这样子讲 因为里面还有很多内容 最上圣就是佛圣 佛圣是什么 你开悟了 无为而为 不为什么 但是做什么 不为什么而做 佛圣 那么佛圣呢就是讲 除了自己度自己以外 还度他人 还解说 为谁讲的 释迦牟尼佛讲这个经是为谁讲的 为最上圣则说 最上圣则说 就是为佛圣 或者菩萨圣的人讲 大圣就是菩萨 大圣就是菩萨 最上圣就是佛圣 这是五圣 人 天 生文 菩萨 佛 最上圣就是佛 大圣就是菩萨 为菩萨的人讲的 金刚经是为菩萨的人讲的 跟最上圣的人讲的 自己度自己还要度他人 自己度了自己还要度他人 这是自觉觉他 佛是觉醒圆满 觉醒圆满 自觉觉他是菩萨 觉醒圆满是佛 做到非常地严满的就是佛 跟老婆放街 我不小心被鸟的死 打中了我的 在我的手背上 老婆马上 翻开她自己的皮包找东西 那一刻我很感动 看着她以为她在找纸巾帮我擦 结果呢 老婆竟然拿出了手机 对着我的手猛拍照 她说别动别动 这种机率实在太低了 我要上网 是谁她在找纸巾帮我擦 我明天在身上 那天在尘尾 我看她摔到自己的手套 那天在哪天员 我看她在身上 我看她的手套 我說 結得有點貴喔 老婆講 貴 我跟你說 這件衣服 顏價是三千元 現在特價打了對折 便宜了一半 就等於我賺了一千五百元 雖然我發出去一千五百元 但同時我又賺回來一千五百元 所以這件衣服等於是免費的 你懂嗎 老公的書寫不太會 晚上跟老婆看電視 突然手機有人發LINE 想了一下 正準備打開來看 被老婆一把搶了過去 打開一看 是她的女秘書發的 它上面寫著 老闆 我懷孕了 還沒來得及說話 老婆聯繫幾個巴掌就上來 緊接著前打腳低 這個打破頭了 還罵 在一分鐘以後 你秘書又發了一個NINE 明天我帶我的男朋友去見父母 想請假一天 不好意思 這個老闆 講來一句話 夭壽 奈也不一次發完 人間有很多的笑話 那 我們這樣賠美好嗎